我飞哥挽起心眼来那是相当厉害 南宋充年 纵庭湖上住着一只老麻雀 名叫杨妖 他带领湖区百姓 揭竿而起战湖为王 凭借湖区地形优势 当时没人能治得了他 南宋派兵过来 劝祥也好 鼓励强功也好 整整五年硬是拿羊 腰一点办法也没有 于是这个杨妖就开始飘了 在湖区英雄大会上喝酒狂言 老子自己天下无敌 什么韩世中流光是 都是渣渣 除非你皇帝老儿派岳飞来 要不这洞庭湖永远是我的一部分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 1135年 岳飞带着五万岳家军在长沙下榻 冰封直直这只老麻雀 岳飞看着比今天大几倍的洞庭湖 也犯了难 整个岳家军包括自己 别说驾船水战会游泳的都没几个 怎么能和拥有巨剑的杨妖打呢 老规矩开会 会上 渣步将提出了第一条策略 杨妖不是有巨剑吗 咱就跟他杠上了 咱也造巨剑 都是两肩膀扛一个脑袋 不信拼不过他 这个想法简单粗暴 岳飞听完 轻轻点头 不多时 又有一个人站了起来 提出第二条策略 他说 水战是敌人的长处 怎么能拿我们的短处 去拼敌人的长处 现在洞庭湖干旱少雨 水位非常低 我们应该把洞庭湖上游的水截断 然后架湖桥冲上敌人的水寨 拿我们的长处打敌人的短处 岳飞听完直夸 你他娘子真是个天才 于是自己提出第三条策略 打什么打 招降他们就行了 我岳飞的名片递过去堪笔核弹 散会 很快 岳飞的招降公告 连同岳飞的名片 在湖区四处张贴 搅合的是 当时有位钦差大臣张俊 过来视察岳飞工作 他走到李玲 就发现牢里的囚犯 有很多是洞庭湖的小麻雀 这时他跟岳飞 想到一块去了 要招降他们 于是把这些小麻雀 全部放归 但放归的条件 是全文背诵 南宋招降指南 这下湖区的老麻雀们 就炸了锅了 之前大王杨妖就说过 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岳飞来长沙 现在真的把岳飞念到长沙 这座土匪的前途 怕是要断了 然后天天还有岳家军 来村口张贴招降告示 随机附送岳飞名片一张 要不投降算了 好歹是条活路 而且你看岳飞的告示 写得很清楚 投降了还有赏赐 你看你看 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牛牙子 天天在村口背书 背的那个南宋 招降指南写得多好 还是用普通话背的牛牙子 真厉害 还晓得港普通发 但真敢投降的并不多 因为大王杨妖之前 对抗南宋朝廷太厉害了 这仇劫得太深 不敢相信岳飞会轻易放过他们 不多时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了 杨妖手下 一个小分寨的寨主黄左 他跟部下说 岳将军号令如山 战斗力爆表 跟他打我们要被打出降来 还不如投降 而且岳将军是出了名的诚信之人 肯定会善待我们 于是领着手下几千弟兄跑到长沙 找岳飞投降 岳飞见终于有人来投降 大喜过望 为了表示对投降土匪的信任 他一个人骑着马就跑到了土匪军中 并拍着黄左的背说 小伙子有前途 我这就跟你封官 但这点官算什么 封个侯爷当当想不想 黄左拱手作义 岳将军请吩咐 小弟该怎么做 岳飞答 很简单 你再回到湖区 多找老同事聊聊天 能招降的招降 不听你话的 直接灭了他 我跟你撑腰 要是能办成封侯的事 我包了 黄左给岳飞感动哭了 表示誓死以报 并回到湖区 干起了地下工作 黄左走后 岳飞认为光靠招降不行 得给这帮土匪来点真家伙 于是想出了一个 诱敌深入的计划 可靠谁诱敌呢 他还是营帐 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 任世安身上 这家伙是之前 剿匪失败后留下的部队 常年不听将令 战斗力差得连土匪都知道 于是岳飞把任世安抓起来 打了几鞭子 并威胁他 三天之内 你要是不把羊腰除了 我就除了你 任世安被吓得够呛 于是真的率兵出击 岳飞命人紧随其后 任世安跑到岸边 向土匪叫嚣 岳爷爷二十万大军在此 谁敢与我一战 老麻雀们往岸边一看 是任世安任老弟 就他这个菜鸟还这么嚣张 经过仔细侦查 发现哪里有二十万岳家军的影子 也就几千人而已 于是土匪整军备战 上岸来攻打任老弟 任老弟不负众望 望风而逃 把土匪一起带入了岳飞的埋伏圈 岳家军突然杀出 打得土匪措手不及 但无奈不去地形复杂 终究是老麻雀的天下 老麻雀们尽数逃散 伏击战宣告失败 这时钦差大臣张俊 也从李陵赶到了长沙 发现岳飞这伏击战水平相当一般 略感失望 还有当地官员 跟他打岳飞的小报告 说岳飞哥这玩意 并不认真办事 张俊虽然失望 但对岳飞还是了解的 斥责了打小报告的人 几天后 张俊跟岳飞说 看样子你这剿匪也得一年半载 我先回去了 岳飞赶紧拦住张俊说 别急啊领导 你再等八天 八天后 我把杨妖的脑袋跟你提过来 张俊一头雾水 啥啊这是 也没见你军事上有什么行动 岳家军士兵 每天都在长沙韭菜园米粉店排队缩粉 就这条件还想八天抓住老麻雀羊腰 你是要跟他比缩粉吗 张俊虽然不理解 但还是同意了岳飞的请求 岳飞并不是吓跟张俊拍胸脯 他刚好收到内应黄左的信 说有重大事件要跟岳飞商量 请岳飞到常德牛肉米粉店相商 岳飞赶到常德后 黄左给岳飞介绍了另一个好同事 杨钦 岳飞非常高兴 说我可听过你杨钦的大名啊 又是杨腰的得力干将 又是洞庭湖排名第一的猛将 你今天归顺朝廷 杨腰要完蛋了 封关封关 岳飞跟杨钦讲了一遍老会员 带新会员的福利后 杨钦满心欢喜 又带了两个债主过来投降 可这次岳飞变脸了 大骂杨钦 怎么办事的你 当我是小卖部搞零售卖散烟呢 今天带两个明天 带两个你得把所有士兵都带来 滚 顺带还把杨钦打了几军棍 这哥三在回去的路上 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怎么别人投降都封关 我们投降就要挨打 当他们回到营寨时 发现岳家军早已进入他们营寨 把小弟们全部降服 好吗 这算投降吗 至此 大王杨腰从称霸洞庭湖 到现在只剩了自己一个大寨 心态上有些接受不了 瞬间暴走 开着巨舰在洞庭湖横冲直撞 对岳飞的水军进行报复性打击 岳飞又出招了 他想起了当初的第二条策略 命人在上游截断水源 在港湾的水面上铺满道草和巨木 同时选拔出岳家军里 骂人最强的几十名好汉 让他们驾快艇追着杨妖骂 杨妖本来就是暴走状态 被人骂更加受不了 这一下就被几十名好汉 带入了飘满木头和稻草的港湾 巨舰被卡在里面动叹不得 岳家军趁势而上占领敌舰 杨妖受不了刺激 跳入湖水中想要自尽 结果被岳飞步将捞了起来 来了个活捉 洞庭湖土匪就此平定 张俊一看日历 好家伙刚好八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